大家好,第三段影片想介绍一下个人档案的更新 和会员资讯系统的资料传取和应用 在左方项目栏有一项叫做档案及简历 新系统投入运作后,会员可以在那里更新自己的个人资料 一些基本资料,联络资料,甚至私隐政策声明的资料 都可以在那里自己修改 在类同军资讯,你会看到一些分区选择或集会第一选择 如果你在申请会员的时候已经填了这个项目 这一栏就不需要理会它 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服务时数也可以自己输入去计算 留意如果你有这个平核员资格的身份 它都会在你类同军资讯页面显示 之后就去到历程的部分 委任列表会显示各界在总会现任或过往有的身份 现役它就会用使用中来代表 而过往的就会用代用来显示 去到进程那一方面 所有考章和考取资格的进程都会显示在档案和简历里面 系统就会用这个图表的形式去显示余下的进程 除了个人资料和服务时数之外 个人的履历和其他背景资料 都可以新增到系统里面做参考用 新系统开始运作之后 其他同类同军有关的资讯 就会在各下经网上报名系统申请的时候 自动计算 计算些什么呢 包括参与了的活动 旅程、露营和出席的课程 考了什么兴趣章、证书、资历 甚至有什么总会的奖项 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在系统上显示 而现有的会员记录 就会在旧系统转移过去 大家都不需要担心记录会有什么遗失 在队伍那一栏就会显示 你现在属于什么队伍和宣试日期等等 提提大家 档案和简历的资料很重要 如果有任何错漏的话 对接下来我们会说的部分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接下来就想介绍 网上报名系统和表格的栏目 这部分稍后时间就会推出 在旧系统报名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输入所有的资讯 在新的系统 它就会在你的档案里 抽一些相应的资料 放入他们的申请 系统会同时依照你的角色和组别 去帮你筛选活动 不是属于那一群的用家 就不会看到那些活动 除了付钱的时候 信用卡或者其他额外的资料 需要另外填之外 在申请活动和交表格 都不用再填任何资料 减少申请的手续 和错误填写资料的机会 提提大家 虽然系统会帮你自动填写大部分的资料 但在递交之前 都记得查一下资料才交 大家可能会问 如果我当刻没有付钱 我之后可以怎么付钱 你去到提示列表 它会有个讯息 去告诉你 你按这里登入 你就会去到付钱的专页 去到表格的一栏 也是一样 你选择适合的表格 系统会帮你自动填写商业的资料 在会员填写完份方 交完之后 就可以去到下面 以提交表格列表里面 看看这份表 是否可以成功递交 和对它的处理状况 如果你看到这份表 是未经处理的话 你还可以终止它的处理程序 整个旅童军资讯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 暂时就到这里 希望这段影片 都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整个系统 而下一个部分推出的片段 就会慢慢介绍不同角色 应该会做到的功能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 拥有不同角色的 就记得密切留意着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讲解的片段就会陆续上升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